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续 日前,香港精神科专科医生李美玲表示 疫情里最重要的是不要过分焦虑紧张 香港社会需要冷静、理性 李美玲在香港出生 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毕业后 在当地做了两年 心理医生,1996年返回香港 先后在公立医院做了十多年 现在香港大学精神医学院做教学研究 同时在私人医院工作 帮助慈善机构为基层家庭的青年提供服务 近日,他得知部分香港医护人员 因为要求特区政府限制关口人流问题而罢工 甚至出现因罢工疑似造成病人死亡的事故 李美玲表示对此很痛心 他称,每个人有不同想法和理念 但作为专业医生,绝不能离弃病人 我当初承诺做医生是有一个叫做 就是说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们都要守护我们的病人 这个是我们的洗脚 但是呢,当然我觉得真的很心痛 就是说呢,见到真的有医护人员罢工 当然你说如果真的因为有人是这样 而尝试生命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是真是很严重 李美玲回忆起17年前 香港面对非典的时候是全球的重灾区 损失了299个生命 他在公立医院奎冲医院当前线医生 当时所有同事没有一个放弃治疗病人 当时的情景我直到现在都很记得 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呢,其实很担心的 虽然呢,其实我做的专科就是精神科 那其实精神科呢,是一些说对抗疫情里面呢 其实我们做的事是未不足到 我们都会和很多其他外科部门 医童科部门,就是其他有病的那些病人 有机会接触到的 但是当时呢,我见到我们的同事呢 和我们所有的医生里面,其实很齐心 李美玲认为现在可怕的不只是新冠肺炎疫情 社会集体恐慌心理更可怕 许多人坐立不安,睡不好觉 一点小小的信息都带来恐慌 有市民狂抢货品 李美玲一直关注在隔离中心 被隔离者的心理问题 她建议,如果被隔离者感觉很无奈,睡不着 可波达特区政府热线求助 她也提醒,自我隔离者面对困难之时 要冷静,注意个人卫生 我们个人可以,都是可以注意一下自己的饮食 例如就算你说心情差的,不是很想吃的 都要一天吃三餐,均衡的饮食 健康的饮食 例如我们搞好一个作息时间 无论你有多关心疫情 或者多关心社会等等各种东西 都确保你要定时就去睡觉 有充足的睡眠 李美玲强调,香港经历过去九个月的修理风波 再到新冠肺炎疫情 这一路香港社会都很艰难 希望未来香港人能齐心 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包容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们下个月的音乐